請秀蘭瑪雅老師請 雨菁今天的裝扮比較有一種那種 小大人小小成熟風 今天唱這一首我覺得 你現在有茶啊 謝謝老師 對 就是聽起來就是很甜很甜的 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好 只是因為主歌的地方啊 它會有一種 就是唱起來會有一種很像 斷掉斷掉的那種感覺 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你的口氣唱得 有一點好像斷太多了 你可以再唱兩句我聽看看嗎 一首靠著孤單 一首人到心痛 一條路上慢慢慢慢走 好,OK 這個對小朋友來講說 要唱得比較細真的是很困難 一首人到心痛 就是可能再放輕一點 那你再唱一次柔一點的 我聽看看 一首靠著心痛 一首靠著孤單 一首人到心痛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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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如果有的時候再重一點 我心痛的時候就聽起來就是 沒有那種感覺啦 稍微輕一點 然後再帶一點點那個氣音 我覺得就會很有氣氛 只是說還有一個小小的地方而已 就是你很容易會吞口水對不對 對 像有的時候我口水很多的時候 我會等到樂隊老師間奏的時候 或是比方說這一句要接下一句 還有比較長的時間的時候 我會趕快再吞口水 所以這樣你唱整首歌就會更流暢 更好聽喔,謝謝 那芷蓉 我是覺得這首歌 你應該是唱高一點會比較順暢 會比較好聽 是可以嗎對不對 他其實可以 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我聽他唱副歌是 我覺得還滿輕鬆的 你要不要試試看讓他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孔鏘老師麻煩你 嗨唷唷 groteadaş 嗨唷 嗨唷 吃苦了苦 你卻押著回路 繼續 押你喔 押你喔 怕失敗押你喔 人生苦楚 為他祕訣 好運的阿貴路 我們只有最後那個好運 比較緊一點點 對 那可能就是練一下 因為小朋友還是可以練的 他如果把高音練開 他全部的聲音聲線會更好 會更好聽 因為有一個地方押喉嚨非常嚴重 就是第一要押自己一步那個地方 押得太明顯 第一要押 就有一點押成這個樣子 可能就是練一下高音 請你的老師教你一下 那個高音要怎麼唱 那個共鳴可能就是要高一點點 這樣你整首歌就會唱得很流暢 更好聽 謝謝老師 第一小文老師請 好 宇靜 老師好 老師之前有沒有跟你說過 就是覺得你唱歌的Key是不是有一點低 有注意到這一點嗎 有 有齁 我們一定要挑戰自己 就是說 現在這個東西我不熟悉 我要自己趕快去挑戰它 一直練 一直練 你就會練出來成績 我相信這首歌如果說我們再提高半個音 你把那一個高音練好的話 這首歌我覺得可以加到1到2分 好 子榮今天的這個歌的副歌唱得不錯 因為你的高音很亮 唱這個 特別好 但是老師是不是之前有跟子榮說過 你的發聲的部位都比較在前面 譬如說鼻腔跟口腔前面 有 所以有時候音色會比較扁比較尖 對不對 對 好 子榮在學唱歌的時候 可以跟老師說一聲 幫我們練一下不同的共鳴 因為唱低音的時候跟唱高音的時候 聲音的表情會不一樣 如果唱中低音的時候 還是用這樣子現在的音色的話 聽起來會比較不耐聽 因為都比較尖 但是子榮是很有力度的 這個肺活量也很大 但是這個共鳴一定要趕快練 好不好 好 滿有潛力的喔 要加油 好不好 好 謝謝老師 接下來要看他們兩位分數 是 張雨晶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非常有氣質的公衆小姐 今天分數來到8687 88 89 小數點一次跑 90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0.2 謝謝老師 來看還有10分 謝謝老師 小數點是多少 ional Balan 請給評審 請給分 分數來到86 87 88 89 小數點一次跑 90 得到的分數是90分 謝謝老師 好 谢谢两位